各位同学大家好 我们现在要介绍的是 统计学系列课程之中 Jacobian的介绍 在变数变换之后的话 我们要在算积分的过程之中 我们常常是会用到了这样的技巧 就是说 这个地方我们希望的是 把X换掉 我们换成了 假设变成了Y 那么我们要换 就要全面都要换 两边一起对Y为分 就得到的是一个H' 那么现在的话呢 就要把DX再解出来 DX的话呢 经过了一个乘过去的结果 H'Y乘上DY 这个地方套回原来的式子 这个积分就会变成了 另外一个题目了 它可以改成什么呢 这里的X换成 H'Y 换进去 换成了 这个地方 我们注意到 注意一下 DX这里 换成了什么 H' H'Y 原本上来说 这是一个 它的微分 如果说我们以DX换成了 这个的形式 DX 是等于 Jacobean的 DY 这个我们就称为 Jacobean 这个Jacobean的意义的话呢 相当于说 DX指的是 X上面的 这个 宽度 Y指的是 DY指的是 Y上面的宽度 那么我们 相当于是 这两者之间的 一个比值的关系 双变数函数的 这个变数变换的话呢 就比较明显了 我们来看看 一个重积分 重积分 它是 它的积分区域 是一个R的部分 那么XY 这是我们的变数 双变数 那么变数变换的技巧的话呢 假设我们把它 全部换成了 U跟V好了 XY换成UV 我们是透过了 一个HK的方式去处理 那么我们现在 做的动作是什么呢 要把它取代过去 取代过去 全部换掉 H跟K 把它取代过去之后 当然一个一件事 DXDY 当然也要把它换过去 那么这个地方 我们就要小心了 中间的这个 XY DXDY 乘上 这个 这个 DX乘上DY 跟DU乘上DV 这两者之间 要兑换的话呢 我们中间就需要 加上这样一样东西 这是什么呢 这就是我们所谓的 Jacobean 它是一个中间的一个 DX换成DY 这个DX DY换成DU DV中间的一个比值 这个的算法是 底下的在变换 上面的轮流 上面这个是X 这是Y 那么UV 跟着变动 我们可以把它 想象成什么呢 我们把它想象成 这是一个 比值 什么比值 DX乘DY的意义是什么 这是 X轴 Y轴 DX乘DY 相当于是一个 很小很小的一个 面积的因子 那么DU DV呢 它也是一个 面积的因子 那么我们要怎么想象 这两个面积因子 中间的一个比值 我们要做一个补偿 再换过去的时候 它中间会有一个差距 那我们就把它想象成 是一个比值的一个差距 就是 就是我们的Jacobean 现在我们来做一个例题 让各位同学了解 怎么样去求重积分 而且变数变换的一个技巧 在哪里 假设我们要算的是一个 这个函数 然后它在 它的区域是P P在这个地方 是一个绿色的区域 这个绿色的区域 是一个平行四边形 对于我们计算上来说 其实并没有非常的方便 那么 其实也可以算 但是 算起来的话呢 不是那么简单 那么我们可以怎么做呢 我们可以透过一个 变数变换的方式去做 这个地方 我们 从00 到11 我们发现这个是 x等于y 这个是x等于y 这是平的 那么我们就来心理在想 我们要把 第一个变数把它换掉 换成x减y的一个形式 这样子的话呢 就会把这个的点 把它拉到这边 把这个点拉过来 是不是就变成一个长方形 会比较简单呢 我心里有这样的想法之后 我们就可以开始着手进行了 怎么做呢 我们先令 x是叫做u加v y 我们已经达到了目的了 u加v 剩下来的y 就不要理它 就用后面的那个变数就可以了 那么这样的做法 会有什么样的结果呢 我们先把它的Jacobean 先算一下 这个Jacobean的话呢 uv是下面的 是新的 原来是旧的 我们u对x的微分 这是偏微分 u对x是什么 我们发现 它的x叫做u加v 所以这里是1 这个地方呢 这也是1 u对y来说呢 因为y它跟u一点关系都没有 所以这是0 v对y来为分呢 发现是1 所以这个地方 我们算出来的结果的话呢 是1 这个的是等比的 这是相同的 好 我们开始准备 来做一个变换了 如果说是由p 转成了 经过了我们这样的变换的话呢 我们来看一下 x的话呢 等于u加v的话 那么我们就转到了一个 长方形了 而且这边的面积的因子 好像没有变 这是1 那么现在我们来改造一下 x叫做u加v y叫做v 所以这是u加2v 现在要换成了du dv 那中间的绝扣变多少呢 1 所以不用再去改造了 现在把这个重积分 我们要把它化为叠积分 叠积分 怎么写呢 u的范围是在里面 v的范围是在外面 来我们看一下 这里的v 这里的v是什么呢 这边的y轴 是由0 几到1 里面的u呢 u是由左到右 是0到2 然后继续下去 我们做下去的时候 由内而外去做 现在对u来积分 是1分1u平方 加上2v 再乘上一个u 算完了以后 由0击到2 外面还有一个dv 别忘了 再把它套进u里面去 套进u里面去 扣掉0带进去 0带进去都没有了 于是这个题目就变成了 一个非常简单的题目 这个地方是2 加上 这个带进去 是变成4v 再对v来积分 这边继续做下去 我们就直接积出来了 2的话呢 积出来是变成2v 这个是2v平方 范围有0到1 所以积分是4 这个要直接做 直接硬做 当然也可以 但是我们透过了变数变换 我们了解了 Jacobian 这是一个 必经的过程 它就是我们的微分 也就是我们的面积因子 以这个二度空间来说的话 三度空间来说的话 它是面积因子的一个比值 我们来看看这个常见的一个题目 这个题目的话呢 是一个四分之一圆 我们对付这个圆形的做法的时候 经常使用的变数变换叫做 极坐标的方式 所以我们令X叫做Rcosθ Y等于Rsinθ 来我们来微分 这个是Rθ 这是XY 我们经过了一个Jacobian的运算之后 我们发现 它是R 好 我们现在再把题目 再换成了Rθ的方式 这个地方的话呢 我们将一个四分之一圆 把它改成了一个长方形了 R的部分的话呢 由 应该说是 0到 0到1 θ的话呢 是由0到二分之π 这样子的结果的话呢 算起来会变成比较简单 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把它换成R的话呢 直接写成叠积分 R DRDθ 各位同学 你要知道这是什么 这就是我们的Jacobian 这个地方的计算 应该是不太有问题吧 这边呢 R的话呢 对于X来说的话呢 这边就是cosθ 这边的话呢 对θ来微分 这个是cos的微分 是负sin 这样一样的算出来 结果发现 就是一个横等式 变成了R 好 计算一下 这个等于多少 再继续往下算 先把R先解出来以后 这边就是1 Dθ 所以这边就直接就写了 这就是二分之π 那么这个变数变换 经过了一个Jacobian的一个改变之后 变得非常的简单 那么我们这个单元 我们的话呢 是为了我们未来在随机变数之中 我们变数变换的时候 要再加上了一个叫做Jacobian的这个因子 就是这个 这个地方来说 相当于是一个面积元素之间的倍率关系 相当于是这样子 那么我们在这个变数变换之中的话呢 还蛮重要的一件事 就是说 我们要可以为分的 可为分的 这个地方蛮重要的 一对一当然也要 因为我们在对应 我们需要算它的反函数 要对应回来 那么这些基本要求的话呢 我们达到的话呢 这个学习了变数变换 我们学会了Jacobian之后 就会变得比较简单